大家好,我是胡明星 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 我们讲到了数据库的一个配置 那这节课当中呢 我们将继续去了解Jungle里面的一些新的知识点 那这节课呢 我们会去了解到Jungle里面的ORM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ORM的这个词语的话呢 可能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去听说 那这样一个技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那大家在学习MySQL的时候 可能会有操作数据库的一个经历 那你们在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你们是如何去操作的 那你们是不是要写SQL语句 对吧 比如说Snake或者是Insert或者是Update 那这样的一些SQL语句 然后去操作数据库里面的 那增加删除修改查询的这样的一些操作 OK 那ORM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那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其实我有给大家去提到过 提到过 那就像我们之前所实现的这样的一个代码 我们在去查询我们的这个网页的时候 是没有写任何一句SQL代码的 对不对 没有去写任何一句的SQL代码 但是呢 我们可以去查询到数据库里面的这个内容 为什么我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没有内容 没有内容的话呢 应该是在之前的 之前同步了数据库之后 我这边是没有去创建 超级用户对吧 create super user 好 我这地方把超级用户再重新的创建一下 因为你没有创建用户 所以那个表里面呢 是没有 是没有用户信息的 对不对 好 这样把它 创建了这个相应的信息之后的话 我再来查询一下 OK 那就有一条信息了 对不对 那我们的这个程序 它是没有写一句SQL代码的 没有写一句SQL代码 唯一的 一个和数据相关的呢 就是调用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语句 然后去实现了查询数据的这样一个功能 OK 那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样的一种方式 和我们原来用SQL去操作的方式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这里有一个图 这里有一个图 我们原来去操作数据库的话 那这是好 就像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我们是直接在这里面去编写SQL语句 然后去执行 那有了OIM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之后 我们去操作数据库 不用去写SQL语句 而是直接通过对象的方式去操作它 OK 好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定义 好 我们 我们的这个OIM 它其实是指的一个对象关系映射 对象关系映射 这个地方提到的 对象关系映射 那 简称了OIM 简称OIM 这种操作方式 它是用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 去不同类型系统里面的数据 之间去做一个转换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这地方给大家用了一个 更加简洁的话去描述它 就是用面向对象的方式 去操作数据库里面的 数据 比如说你去创建表 或者是去增加 或者是删除 或者是修改 对吧 你不用写SQL语句 而是直接通过面向对象的方式 就像我在这个地方 去调用了一个优热的模型类 然后通过它去查询 好 调用OID的方法 去查询了所有的数据 OK 那其实这个OIM的机制的话 它的一个运行原理 运行原理 它会帮我们把相应的 SQL语句 不是SQL语句 把相应的这个OIM的语句 翻译成SQL语句 什么意思 这地方有一些技巧 我们可以查看到 它所生成的SQL语句的代码 好 第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在CureSet里面 去调用一个 Cure的属性 可以查看到 它生成的 SQL语句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 把前面的这个Print 先给它删掉 好 我们可以Print 那UserList 点 Cure 那我就可以去查看到 它所生成的一个SQL语句 OK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 好 刷新之后 刷新之后 哦 我们在这上面 发现了一条SQL语句 那看一下这条SQL语句 好 我可以把它复制下来 好 把这条SQL语句 复制下来 放到我们的这个管理工具里面 可以去执行一下它 好 运行 那你会看到 它能够查询到 我们刚才的这条数据记录 对不对 数据记录 好 这条SQL语句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Snake的语句 Snake的语句 这个Snake的语句的话 它生成的是 Snake 然后很多字段 然后放某一张表 对吧 就是从我们的那个用户表里面去查询 好 查询 OK 所以OIM的一个运行的机制啊 它是通过你面向对象的方式去编写程序 但是呢 在它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 它还是会把你写的这个面向对象的数据 操作的这些语句啊 翻译成对应的SQL语句 然后把这个SQL语句发到数据库里面去执行 然后再返回结果 所以它的过程是这样子的啊 只不过呢 这个SQL的细节 SQL语句的细节呢 它是封装起来的 默认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需要去了解它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属性 比如说Qray的属性 去把这个这个SQL语句调用出来 或者是 好 还有一些方法啊 还有一些方法 我们经常在用的时候 可能为了方便去看 它的这个SQL语句 去分析 我们呢 还可以在日制系统当中去配置 让我们的SQL语句显示到控制台 要配置日制系统的话 我们可以去详细的去看它的观光文档 这个在后面呢 有所介绍 但是如果是我们仅仅是要把SQL语句输出到控制台来显示的话呢 我们这样去配置就可以 你们可以直接把这一段代码 复制到我们的配置文件里面就可以 放到配置文件的 模尾 好 这段代码的话呢 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去配置了我的这个日制器的一个版本 然后是否覆盖原有的这个日制信息 日制的这个配置信息 Force呢 就是不覆盖 不覆盖的话 它原有的配置信息依然会生效 然后我只是单独的再去定义了 一个处理器 Handle 一个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的话呢 是输出到控制台上显示的一个处理器 然后再定义了一个日制器 这个日制器是去记录数据库的那个backend 就是它的那个后台引擎 然后把这个日制器的内容呢 输出到我们的Consular的这个处理器里面 也就是控制台里面 也就是控制台里面 所以它会在我们的控制台里面显示出来 OK 所以我这样加上了之后 我这样加上了这段日制之后的话呢 我在这个地方就不用再去调用Query的属性 我就能够看到我的这个代码 它到底输出了一些什么样的C颗语句 都是能够看到的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去刷新页面的时候 它其实执行到这样的一些C颗语句 对不对 执行了这样的一些C颗语句 不光是你自己写的代码 你在那个管理后台 在这个管理后台 你也是可以看得到 我们管理后台 它所执行的这些C颗语句 也是可以在这个控制台里面看得一清二楚 OK 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管理后台进去的时候 那它执行到相应的哪些的C颗语句 对吧 非常多 非常多 OK 好 这是我们去如何查看 OIM它所生成的这个C颗语句 为什么要去查看这个C颗语句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要去分析它生成的C颗语句 是否合理或者是是否正确 对不对 能够帮助你去分析 和理解OIM和C颗语句之间的一个关系 除了 前面提到的这两种方式去查看C颗语句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工具 这个工具 比如说像Jungle里面的一个调试的工具 Jungle debug toolbar 这个工具的话 我们这节课不会讲 在后面的内容 我会给大家去讲到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先提前去了解一下 OK 好 在大家了解了这个OIM的定义和它的一个运行机制之后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它的一个优缺点 OIM的一个优缺点的话 我们首先来看优点 来看优点 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让我们的数据库交互的过程变得更加简单了 更加简单了 就不用自己去写C颗的语句 我们只需要去创建相应的模型 然后去调用相应的方法 就可以完成数据库的操作 所以我们使用OIM 可以更加快速的去开发 也降低了程序员的一个开发难度 应该算是降低了 因为就是这个程序员他哪怕不会写C颗语句 也可以去用OIM的方式快速的去操作数据库 OK 这是他第一个优点 那第二个优点的话 就是可以去避免一些新手程序员 写C颗语句带来的性能和效率的问题 OK 注意这个地方是新手程序员 因为很多新手程序员的话 他在写C颗语句的时候 会考虑不全 会考虑不全 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生成的这条C颗语句 那这条C颗语句看上去非常长 对吧 他把我们这个优热表里面的每一个字段的信息 都老老实实的写在了我们的Snake的后面 对不对 那有的程序员可能就会自作聪明的说 哎 为什么我写这么长 我还不如直接写一个Snake的新 然后form 那这样是不是会更简洁 有的程序员 特别是有一些新手程序员 那他就会这样子去考虑 去考虑 因为他觉得这样简洁了 但是其实这种方式 就是那个的新的这种方式 它的效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的 因为你的心是一个通配服 那他会 他会去匹配 我这个表里面所有的字段 所以他会先去匹配你这个表里面有什么字段 然后再去查询这些字段的信息 而上面的这个呢 因为你是老老实实把所有的字段都写出来的 所以他不用去匹配字段 他直接就去字段里面取信息 所以上面的效率会比下面的这个效率要高 但是呢 很多新手的程序员就会在这方面去 犯一些问题 OK 所以OIM OIM的这个框架 他会把一些基础的 SQL的性能和一些 比如说效率 包括像安全 应该是性能效率和安全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呢 就是给你考虑到 给你考虑到 好 安全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 就有很多安全的问题 比如像SQL注入漏洞 在OIM的框架里面 他就会给你去屏蔽这些漏洞 如果是你一个新手程序员 在刚开始写的时候 你直接去写延伸的SQL 很容易出现SQL的那些注入漏洞 OK 好 这是它的优点 那缺点的话 缺点的话也很明显 缺点的话 就是性能有所牺牲 这个性能有所牺牲的 比较的前提 就是说 一些和一些老德程序员相比 他写出的SQL语气 肯定是比较好的 比较优化的 但是这个框架的话 它毕竟是在原有的 SQL基础之上 做了一些封装 做了一些封装 要通过这个OM框架去生成SQL语气 所以它会多一个过程 多一个过程 所以性能方面有所牺牲 但是现在的很多OM的框架 都在用各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用缓存 用缓存去减少数据读写的这些次数 然后或者说用延迟加载 就是用惰性机制去解决 它读取数据的一个问题 那这些效果都还是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显的 我们在后面也会讲到 也会讲到江国里面的OM的一个多性 多性查询 就是多性查询 到时候你们就能够很好的去理解 好 很好的去理解它 OK 那另外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 就是对于一些很复杂的查询 个别很复杂的查询 OM的框架 它没有办法去完成它 所以针对于这样的问题 一般OM的框架都会提供 直接写原生SQL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用它OM的方式 也可以直接在OM框架里面去写SQL 所以它用这种方式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OK 就是这个OM这个东西 对象关系映射的 对象关系映射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技术点 大家下来之后的话 可以再好好的去消化一下 好 谢谢大家